大家可以找出來看一看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不過我們來關心俄羅斯 跟烏克蘭的戰爭 昨天俄羅斯發動了 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 史上最大規模的空襲 針對烏克蘭的領土 我們看到包括烏克蘭 有15個州的能源設施 補給的鐵路襲擊 他們試圖切斷烏克蘭的水電 打擊他們的士氣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有一個危機出來了 因為俄羅斯射了超過100枚的飛彈 去轟這個基辅的水壩 所以萬一這個水壩破了 裂了 導播讓我們看這個畫面 會有數十萬人 生命會發生危險 37億的 37億噸的水 可能會整個淹沒 所有的大城鎮 所以其實滿有一個大危機的 那我們看到包括 現在美國的角色 又是什麼呢 包括美國人說我們要來 希望你們都能夠停火 或者西方世界有這樣的呼籲 可是克里姆林宮說 你們所有的停火談判 都已經失去了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幾個禮拜前 烏克蘭已經長驅直入 打到了俄羅斯的領土了 所以他說我們現在要發狠 發狠是我家的 我們現在發出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 給烏克蘭人民帶來痛苦 談判失去意義了 我們要鎖定你烏克蘭的能源設施 讓你沒有電用 沒有水用 讓你遭受更大的痛苦 所以我們看到 澤倫斯基怎麼回應 他說 這個庫爾斯克的行動 還在按照計劃推進 所以你給我的威脅 你告訴我這樣子的話 你空襲我也沒有用 我們這個計劃 是希望莫斯科佔領烏東的蘇梅 所以你看到這個戰場上 有一些變化 那到底未來會怎麼發展呢 我們看到了莫迪 他是印度的總理 他不是出訪了這個烏克蘭嗎 那跟澤倫斯基 他們擁抱了七次 這個談話擁抱了七次 全世界都看到這個畫面了 可是澤倫斯基跟印度的記者 做一個記者會 他指責他批評印度 支持俄羅斯的戰爭經濟 理由就是俄羅斯買了大量的天然氣 還有石油從俄羅斯買 所以他說你們印度應該要減少 購買俄羅斯的這一些天然氣跟石油 來切斷俄羅斯的戰爭的一些金流 所以我們看到包括他當面不敢講 可是背面跟記者講 這是澤倫斯基的做法 而另外印度當然有他自己的外交政策 他跟很多地方交好 某種程度也在圍堵中國大陸的崛起 像是他跟越南合作 包括你看到了說是要實現印太願景的重要夥伴 並且你看到莫迪跟拜登 也做了一些很多方方面面的交流 像是通電話在最近發生的 講的是俄烏戰爭還有孟加拉的局勢 看起來是兩面都討好 因為包括我們看到莫迪去了俄羅斯 接著又去了烏克蘭 到底他在想什麼呢 我們看到美國調停都不成功 不成功的地方除了烏克蘭的戰場 還有在中東 伊朗說你們不要小看我 我一定會戰到底 所以加薩的停火談判 談判到現在毫無成果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談判的會議地點 是在開羅舉行的 可是無功而返沒有達成任何的協議 美國的參謀長說全面戰爭的風險 其實是降低的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邊的這個真主黨 跟以色列的交火前一陣子不是很嚴重嗎 現在已經暫時的停歇了 所以他說放心這個布朗 他說放心更大規模的戰爭風險 可能有所緩解 我們當然希望是這樣 可是包括真主黨 可是包括我們看到的 在夜門的另外一個胡塞組織 可能不這麼想 我們先看納坦雅胡 其實不斷的也在放話 他說攻擊還沒有結束 你以為現在停歇就是停歇嗎 這一次以色列大規模的出動戰機 戰鬥機去轟去突襲真主黨 花了很多錢1.2億美元 一下子就燒光光了 而伊朗的外交部部長講 我們其實一定會報復的 你不要看我們現在沒有做任何動作 包括胡塞組織也是伊朗支持的 他們都不斷的在鴻海去突襲這些商船 包括這一艘希臘郵輪 23號被打中了起火 它的火燃燒好幾天 因為它是郵輪 觀眾朋友 這個造成的污染 造成的傷亡 其實是難以估計的 尤其是對地區的污染 另外我們看到伊朗 他說以色列其實已經被我們看破手腳了 你們有什麼振折力 戰略平衡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了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以色列 當然他有美國的強力支持 現在在戰爭上面 在戰場上面是站上風 可是現在有記者聯合起來控訴了 說你以色列屠殺記者 我們看到60家媒體人跟人權團體 一起聯合開記者會說 你歐盟要出來講話 你應該要制裁以色列 因為他屠殺記者 大家知道加薩走廊的狀況很慘 平民百姓被屠殺 裡頭還有很多記者 記者一樣被殺 到目前為止很多記者已經喪命在戰場上了 來請教老師 俄烏的問題情況比以前更嚴重 這個可能就是因為烏克蘭或者是 俄羅斯指控是在美國的協助下 那麼打破了原本的默契 原本的默契就是美國 北約 烏克蘭還有俄羅斯 各方就是把有一個默契就是戰場 就局限在烏東這個地區 就在這個地方打 但是當在烏東地區的頓列刺客 烏克蘭感覺到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他的很多的兼顧的防禦公司 一個一個被佔領 尤其是像紐約村被佔領 開始攻打到紅軍村 紅軍村是一個交通的十字路口的 一個要塞 打下來之後再往西邊走 那就非常四通八達了 那就非常好走 所以對於昨天私底來講壓力很大 再加上美國的選舉的關係 它的不穩定性 所以他往這個庫斯克 就是北邊去攻擊的時候 俄羅斯是指控有美國跟 北約的軍隊的軍人的協助下 他往北邊打 北邊打那當然 當時在台灣有很多綠營的媒體 就非常的興奮 說已經要直倒莫斯科 只差400多公里 但結果就停下來了 然後也炸掉三座橋 好像先是說不再往北走了 就停在那個地方 可是普丁就跑到南阿塞提這一跪 跪誰 跪幾十年前 這個恐怖分子 對俄羅斯的學校的一個大屠殺 其實這個意思也就是 他把烏克蘭這次打俄羅斯的境內 比較成為恐怖分子 所以等於是對於這些恐怖分子 俄羅斯已經沒有任何約束力了 他按照他的格調 按照他的節奏打了 這一打就驚天動地了 因為今天一跪就驚天動地的情況就發生了 所以對於烏克蘭的十幾個州的重要的城市 他專門攻打的就是民生的基礎設施 發電站還有水庫 如果說基輔的這個水庫被炸毀了 整個水溢出來了 這個情況就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是一個蠻大的危機 第二個就是大量的去削弱 這些發電站 美國雖然說 我願意提供給你更多的發電站 但問題就在於 能不能短時間內儘快的修補完 我們存懷疑的態度 原因在哪裡 現在已經是8月底了 9月 10月到11月的時候 烏克蘭就進入寒冬了 所以冬天已經即將要來 你可以看到俄國的一個戰略目標 就是讓整個烏克蘭的全境缺電 缺能源 缺水 這樣的情形對於整個烏克蘭 要度過這個冬天會非常的困難 而我估計俄羅斯的這一波攻擊 不是就這一波而已 之後會有第二波 第三波 一直到把這些烏克蘭的大城市的 居民多的 譬如說幾十萬到三百萬人的 大城市的民生的基礎設施 摧毀絕大部分 而不容易修補之後 可能這一波的攻勢才會停止 這個對於烏克蘭的 還有上千萬人的生活來說 要怎麼度過這個寒冬 對北約來講 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一個動作 美國的參謀所長 聯席會議主席到了中東地區 他馬上就評估說 很有可能以色列跟黎巴倫的戰火 會比較緩解 我覺得這個評估或許又早了一點 因為目前的情況是 黎巴倫在觀察的是以色列的反擊 如果以色列在這兩天又反擊了 那黎巴倫可能就再度攻擊了 那當然又往上升級了 所以我覺得情況 他的評估太過於樂觀 而且評估得太草率 太早了 因為他是一個軍事的將領 軍事將領評估 所有的戰爭的狀態的時候 要根據非常科學的軍事情報 來去做評估 現在的情況是像 伊朗目前把美國的 兩個航母戰鬥群吸住了 因為本來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 它是應該在亞太地區活動的 結果現在 羅斯福號航母要負責 和鴻海地區的航道的安全 但是他沒有辦法確保航道的安全 因為您剛介紹的希臘的郵輪 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被打掉了 而且起火燃燒 一片火海 對 這代表什麼 而且已經造成了鴻海的 大片的污染 這代表羅斯福號航母 無法確保這個航道的安全 另外他把林肯號的航母 也都吸引過去了 所以雙航母在今天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Austin又宣布 雙航母繼續留在中東地區 這代表什麼 南海整個亞太地區 短時間內 沒有美國的航母戰鬥群在 沒有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你想南海菲律賓如果造亂的話 東海之間 兩岸之間 或者是日本海 朝鮮之間 美國沒有航母戰鬥群 它如何能展現它的軍體 是 來請教御方委員 怎麼看這個問題 看起來戰場上變化莫測 不過我想當時要發動這個 克爾斯克這個戰爭的 最重要原因 大概就是想 如這個澤勒斯基自己講 就要改變戰爭的結果 他認為都是你在打到我家裡來 像我如果打到你家裡面去 而且克爾斯克 里莫斯克 只有525公里 是 很近 那你大概就會受到壓迫 你就比較願意給我彈劾 可能把克里米亞 把烏東土地都還給我 大家就恢復和平 就這樣 他想這個大概 其實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 都屬於東斯拉夫民族 他們應該了解斯拉夫民族的個性 你去看看列寧格勒這個戰役 打了多久 史達林格勒這個戰役打了多久 這種打這個戰爭 對斯拉夫民族來講的話 他就是打下去的 他不會那麼容易結束的 尤其普丁的這種個性 所以這個戰爭就是說 你是一個這種戰略上是不是對的 或是你戰術上是不是對的 因為你下去打到克爾斯克 然後你佔了1250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後你大概派進去的人 有人說12000人說15000人 不管多少人 你知道這個地方 他現在佔領1250平方公里 你知道台北市才多大嗎 台北市才272公里 他現在佔領的面積 12000人所佔領的面積 是台北市的將近5倍 你如果真的有完成佔領 很多地方高你根本就沒有辦法佔領了 所以他這個目前所控制的1250公里 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非常鬆垮的 惡君也不急 所以他烏冬 譬如說只調了一小部隊來 他就逢軍出的攻擊 挺進 一直沒有停止 普丁剛開始發了大脾氣 因為臉上太難看了 可是他很快就恢復冷靜 他如果這不是壞事 你看你現在 孤軍深入幾十公里 然後一直往前推進 你每天要花多少淡水 多少汽油 那些燃料 多少炮彈 然後那些傷員的補充 你要多少 這是一條很長的補級線 所以這個叫貝多劉 坦白要真正的做法 應該是你組織一個突擊的部隊 今天打這一點 每天打這一點 霍天打那一點 不斷的找他 俄軍最脆弱的地方 那個仿線最脆弱的地方 去攻擊 那我告訴你 俄軍就會疲疑悲命 結果你不是 你找了一個點 就直接就深入 沾你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如果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戰爭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我只能說 這個事情對整個戰爭的影響 是微不足道的 不會影響他的結果 不會 絕對不會的 所以這個戰爭會繼續下去 就是烏克蘭的人民 包括俄國的人民 繼續受苦罷了 是 很辛苦 江老師 昨天新聞有提到說 這個俄國又發射很多飛彈 無人機 然後有打死了 好像也打死了記者 打到一棟樓 那個樓是 路透社的記者 看起來是不得了的事情 這個大喊大叫 說這個你看俄國這麼壞 但是下面剛剛我們也提到這個新聞 以色列屠殺記者 60家媒體和人權團體 都呼籲歐盟要制裁以色列 那美國有講話嗎 沒有 路透社有講話嗎 特別為他們在中東的記者說什麼嗎 好像就我看到的也沒有 所以這個國際間的雙標 在我們看是在在都存在 剛剛上一節的時候我有提到 說那個《Foreign Affairs》雜誌裡面 這位作者他替拜登政府辯護 他說我們雖然跟中國交往 但是我們並沒有忘記 我們指責中國是獨裁政權 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想反問 你跟沙烏地阿拉伯交往 你們拜登先生在還沒有當總統的時候 怎麼稱沙烏地阿拉伯 是賤民國家 這是非常大的侮辱 結果你還跑去跟他碰拳 要握手 在川普任內也是 川普說這沒有辦法 因為人家沙烏地阿拉伯 向我們買這麼多武器 所以有錢就是娘 有錢就好 因此這種雙標 我們何必再把它認真看待 是